好,那我們來講那個Microelectro 那我們先講一下它跟剛剛在使用表面電極的一個差異在哪邊 因為所有的設計都會跟這個差異有關係 第一個呢,因為它想要量測的是細胞膜電位 它想要量測的是Action Potential這個東西 所以呢,我們知道細胞膜電位的變化的話 這個訊號的大小通常都是在幾十個到上百個MV這樣做轉變的 相較於我們之前想要量測的表面的訊號 表面電極所量測到的這個生理電訊號其實強很多 所以它有一個先天上SNR的優勢 只要你量得到的話,基本上你的放大器不用多好 大概都可以得到不錯的一個訊號強度 OK,再來呢,因為它需要去量測包內相對於包外的電位差 也就是說呢,你這個電極需要有一個擺在包內 一個膜外,膜內還有一個膜外啦 簡單來講是這樣,所以你要能夠刺穿你的細胞膜 OK,所以呢,它必須要夠硬才行 夠肩夠硬才行,就是前面的那個尖端的表面積要夠小 你才能夠做這個刺穿的一個動作 這也限制它的材質,通常多半都是金屬的材質 或者是玻璃的材質 那以整個電極的外部的話,多半我們會使用玻璃材質 因為它是不良導體 它比較不會受到旁邊的這個雜訊的干擾 如果是金屬的話呢,它的導電效應很好 它量測到就不會是單一的包內的這個 或是膜內的電位了 它一定會受到周邊的影響 OK,但是有時候會利用到這兩個的組合 來完成這個電極的結構 此外呢,我們也知道你今天想要量測到的是細胞膜電位的話 我們剛剛說了要夠小才穿得進去嘛,對不對 但是夠小的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通電的電極的表面積一定要很小 你沒有辦法做得很大啊 那這個表面積一小的話呢 代表的是單位時間之內有辦法通過的電核的數目一定會很少 一定很困難 OK,也就是說它的等效阻抗會非常的大 等效阻抗很大是什麼樣子的意思呢 如果今天你的電極它的等效阻抗很大的話呢 那代表你後端所有接的東西 阻抗也要夠大才行 不然這個電極的等效阻抗大 然後後端接的這些放大器 等效阻抗沒有那麼大的狀況之下 代表你雖然量測出不錯的強度的電訊號 但是也通通被你的這個阻抗給吃掉了 那就我意思嘛 就是我們在電路的模型裡面 我們這個前面的模型裡面 我們的訊號量測是一關接著一關接著一關的嘛 對不對 所以最前端的話是Sensor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可能是Filter或是Amplifier的部分 這樣子一直串連下去的 那你的訊號要能夠很Smooth的 把量測到的大小一直傳下去的話呢 那最好的狀況就是在轉接的介面的部分 上游的輸出端輸出阻抗要很小 下游的輸入阻抗要很大 這樣子你才能夠把量測到的訊號 比較多的成分給轉換過去 OK 但是現在很不幸的是 因為材料的限制 因為這個尺寸的限制 我們的Microelectrode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那個阻抗很小 阻抗一定非常的大 所以你在挑選下游的這個放大器的時候 你一定要選擇一個阻抗更大的東西 才能夠去Match前面的這個阻抗 然後把訊號繼續傳遞下去 OK 所以這一點反而是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它的那個Input Repeating 反而會比它的Game的大小還重要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都是用來做這個 量測細胞膜電位的一些Electro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在Title的地方 特別對Intracellular這個地方做一個Highlight 它是可以 尺寸其實是非常非常小 它可以升到 小到甚至可以升到我們的細胞裡面去 那左邊這個的話呢 是那個 它們其實都是金屬和玻璃一起製成的 那不過這個的話是標準的 外面是由絕緣的玻璃所覆蓋 裡面這個是導電的金屬 所以我們的電極在這個地方 會跟我們的離子做一個交換 然後傳進來 那右邊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反過來 它其實是除了導電層 有一個絕緣體在最外面以外呢 中間的部分其實是我們的玻璃 然後呢這邊很薄的這個部分呢 則是金屬的這個薄層 用來做導電使用 那基本上這兩種結構都可以用來讓我們穿飾整個細胞膜 然後量到細胞膜的電位 OK那除此之外呢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不需要穿到 應該說我們需要的不是穿到細胞膜裡面 我們不需要知道細胞膜的電位 我們只是需要知道比較深層部分的一個肌肉 或者是神經部分的一個訊號 因為我們知道表面良色的話 多少需要通過你的皮膚 多少離你的訊號源會比較遠一點點 所以它量測到的品質都不太好 不管是在SMR上面 或者是Resolution解析度上面 可能都不是很好 所以一旦你對於這兩個東西要求比較高的時候 你可能必須要考慮到的是侵入式的量測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把那個Electro穿到皮膚底下來量測 那當然跟剛剛所謂的Microelectro不太一樣 就是說因為它不需要穿到細胞裡面 所以那個尺寸的大小當然也會不太一樣 那這方面也會讓我們在設計上面的彈性增加許多 那這部分的話最常使用的是在EMG的部分 因為有些肌肉是比較深層的部分 如果你需要有一些 你需要有比較好的敏感度 你只想偵測那邊的肌肉的訊號 而不想受到表面肌肉的影響的話 你可能就要考慮這種Internal Electro 那再者呢 因為你已經穿進去了 所以其實已經沒有皮膚那一層了 所以你也不太需要導電膠了 因為我們說皮膚裡面的話 其實導電都是電解質液嘛 導電的這個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那這邊介紹幾個比較基本的型態 但是當然不限於這幾個而已啦 以這個來講是最標準的 當然就是像這樣增狀的一個電極 但是它導電的部分只有前面這個地方 剩下的部分我們都會用一些 那個絕緣體把它覆蓋起來 然後量測到的電位就會送出去這樣子 那右邊這個地方呢 則是對我們量測到的電位呢 有多做一層shelding的保護 所以它是coaxial coaxial的cable還有coaxial的needle 也就是說在我們真正量測電極的導體之外 外層還會再包覆一層導體 但是彼此之間是絕緣的 這樣子的方式可以減少其他的電訊號 其他附近臨近組織的電訊號 對我們量測的所造成一個干擾 單純一層絕緣體的話 它只能夠避免直接的干擾 但是我們知道因為電訊號都是會變動的嘛 變動的話其實它都會產生感應電流 所以只有絕緣體的話 它並沒有辦法去阻絕這個感應電流的產生 那你要怎麼樣去阻止感應電流產生呢 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 應該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做shelding 那這個coaxial就是要做shelding的功能 那當然包含你也可以增加 就是這個地方你也可以不要只有一個電極點 它可以是一個bipolar這個electro 可以看一下c這個呢 它在前面這個兩個地方 它其實是有兩個electro 所以它可以量測到兩個距離非常近的電位差 不然的話一般來講 我們的參考電位都是會擺放在比如說體表 或是在一些比較淺層的地方 來當作我們的參考電位 可是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就可以去把旁邊的組織當成參考電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比較細微的空間上面的一個變化 那最後這一個的話呢 還包含就是說它的參考電位 可能可以跟一個細線做連結 你可以把它放置在任何一個你想要的地方 來做一個相對電位的量測也可以 那總之呢就是在這個shelding電位的保護上面 或者是電極的樹木上面 我們都有一些彈性作為調整 那不過這個一定不是一個很舒服的量測過程 因為它總是需要有一些傳遞這樣子 所以它的量測的話就有點像這個 這個圖我們上次看過 不過動畫的話應該是這一次才放給各位看 它可以去看到就是隨著你的比如說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可能二頭肌或三頭肌在收縮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電位的改變 那這幾年來應該說這幾十年來 由於半導體製程的進展非常的迅速 那你看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電極 其實它的結構並不複雜嘛 它需要的是什麼 它需要的是金屬的導體嘛 對不對 W加上導電膠嘛 那如果是體內的這個穿刺的部分 體內量測的部分還不需要導電膠 所以它只需要適當的安置這些導體就可以了 然後一來是它需要做穿刺的話呢 它需要有足夠堅硬的基材 那二氧化系或者是玻璃這些材質 都是很好的一些選擇 換句話說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現在 最擅長使用的這些半導體製程 來做出想要的電極 那任何的尺寸啊 或者是結構形狀電極樹木 我們都可以去適當的做安排 OK 譬如說呢 最左邊這個呢 這個其實就是把電極的端點 做在這個兩邊 就有點像兩個尖端這樣子 然後背景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Silicon 或者是那個SiO2二氧化系 所形成的一個基材 絕緣體這樣子 那右邊這個呢 甚至在一根的針狀的上面呢 在不同的深度呢 它可以連接上面不同的Electro 然後呢在後面這個地方 有不一樣的Padding連接出來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一根插進去 但是你可以知道 不同深度的電位改變 你可以知道深度的一個變化的資訊 這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像這樣子的針狀電極 可以做的多小呢 這邊秀出了一張圖 左邊這個一根一根的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半導體製程 可以做出來的這個電極 這邊有一個比例子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一根的長度是100個micronometer OK 100的micronometer是一公里的十分之一而已 OK 所以其實是非常小 那如果對這個大小還是沒概念的話呢 它這邊這個電子線文件旁邊 有這一根來給各位當比例一下 這個是你的頭髮 也就是說它的電極可以做的 比你的頭髮還要細 OK 那上面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點點對不對 每一根上面基本上有八個點 這每一個點都是一個電極 都是一个量测点 所以它这边写的是 F-shed Each-ways-at-electro 它有八根 然后每一根上面都有八个电极 右边这张图就是它的放大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 这边的比例是10个micrometer 所以这个每一个电极片的大小 大概就是10乘以10的micrometer 这样子的大小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那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说 它其实可以量测到不同深度的一个电位变化 那刚刚只是随着深度而改变的电性变化而已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当你把电极变成是一个二维的阵列的时候 它不但知道的是深度的变化 它还可以知道在整个空间上面 在不同的维度上面的电位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OK 像比如说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放大的结果 那这边一样有一个比例尺在这个地方 或许各位看不清楚 这段的长度是两个minimeter 两公里的意思 所以这整个chip大概是三乘以三到四乘以四这个大小而已 还是非常非常的小 比你的那个指甲都还要再小 OK大概跟米粒大这样子而已 它可以在上面做了一百个电极 它是十乘以十的一个结构 OK那你可以发现每个电极的深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放进去以后其实你除了深度的资讯可以知道以外 你在空间中的上下左右其实也可以知道 也可以知道这些讯息 OK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啦 就是说这只是给各位一个例子 可以看到说现在的电极可以做的怎么样子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应用 去设计出比较好的量测方式 OK 好所以我们在电讯号的量测上面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要进入第二个这个类别 我把它归类叫做物理特性 可是其实 它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很广 不知道怎么样用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名词来讲 所以我们只好说物理特性 怎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类别里面我们试着想要把这个力学里面所有的这些物理量都能够量测进来 包含像位移 包含像速度 包含像压力或硬力 OK 或者是温度这些 基础物理量的一些变化 我们都会介绍一些适当的sensor能够量测到这些资讯 OK 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这堂课叫做生医工程导论 所以当然这些东西一定是要用来量测某一些生理参数的 所以我们在后面各自举了一些例子 告诉各位说呢 我们今天要量位移 其实不是纯粹量位移而已 我们其实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资料 比如说它可能会跟我们的呼吸是有关系的 OK 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 整个胸腔会跟着变化 吸气的时候其实是胸腔变大 OK 藉由横隔肌和胸腔肌肉或骨骼这边的运作 它会让胸腔变大 所以你可以吸气 反之吐气的时候是让你的胸腔变少 小 sorry 所以你的这一个呼吸的运动的时候 会伴随着你这个地方的胸腔肌肉的一些改变 因此呢 如果你能够量测到这个你胸腔的大小的时候呢 你或许就可以知道呼吸的资料 OK 那还包含的像以速度来讲的话呢 它不是只是单纯量速度而已 它其实更有兴趣的是运动的速度 体内的这些粒子运动的速度 那以身体来说呢 其实最常 最明显的运动或流动的话 其实就是血液嘛 对不对 我们对血液的流动其实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这攸关我们的循环系统是否正常的运作 那此外呢还包含了像压力这样子的东西 那它的一个很常见的例子也包含像血压 OK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你的循环系统出问题的时候 不一定是反应在流速上面 有可能是反应在血压上面 OK 那还包含了像一些力量的部分 OK 就是你的湿力到底可以湿力到 你的肌肉可以湿力到多少之类的 那当然还有最后的温度 是我们讲我们的体温 OK Roughly大概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那这些量测呢 刚刚的这些讯号量测 其实说好说好除了温度以外 剩下的四个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它其实都是由位移的量测而引起的 我们说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 我说今天第一个是我们的位移嘛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的位移 如果能够知道你是在哪样子的时间 所制造出来的位移的话 一除你其实就是知道速度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位移和速度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那既然你速度知道了 那你或许可以知道变那个加速度的改变 因为其实加速度就是速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已 那再加上适当的质量F等MA的话 那你就知道力的大小 所以它其实跟力量也有关系 那再来呢 压力跟力量其实也是很接近的东西 因为压力的话是单位面积上面所施加的力量 所以你只要知道你想看的是哪一个平面上面的压力的话 哪一个截面积上面的压力的话 藉由简单的计算其实你也可以算出压力的多少 OK 换句话说呢 其实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跟位移这些东西现象有关系 那位移的话呢 可能是在单位时间之内 你看到的是一个单一方向的一个移动 但是呢 我们在人体里面有很多的现象呢 它其实是伴随着一个周期性的一个震动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讲的除了位移以外也包含了一些震动的现象 总之呢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物理量呢 转换成电讯号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transducer或是sensor呢 它的目的 在这个类别里面呢 最主要的 OK 我们就希望能够把机械上面所造成的这个形变这个量 转换成电压的讯号 电压讯号之后呢 再继续送到后端的讯号处理的这个电路里面 OK 去做一个 呃 去除杂讯啊 或者是放大的动作来得到最终的结果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些 不管是位移或是速度或是力 它们可能都是非常类似的 也就是说呢 有时候我们不是直接去量测某一个东西 而是从量测另外一个物理量 然后再反推出 呃 你想要量测的结果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想要量测的 单纯的是位移的状况的话呢 我有什么样子的选择 OK 那我们这里的话列出四个 你可以看到这四个名词里面 你觉得大部分都非常的熟悉 前面三个刚好一个是电阻 一个是电杆 一个是电容 也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借由位移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这些电路元件特性的改变 然后来量测到电压的变化 类似像这样子的 好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比较 各位比较陌生的 其实是最后一个Pizzoelectric Pizzoelectric的话 我们把它翻译成压电的一个效果 那它是形容词嘛 所以Pizzoelectric effect的话就是压电效应 Pizzoelectric material就是压电材料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发生在一些金格的结构上面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对这些特殊的材料 施加压力的时候 它会在表面上面产生电荷的累积 OK 换句话说 我给它施力造成形变以后 它会在这个带测物体的元件两端 产生对应的电压变化 OK 所以相对于上面三个来说 其实最后这个其实是很直接的 上面这三个的话 是因为这些物理的现象产生 不管是力也好 不管是振动也好 不管是位移也好 它会牵动着你今天的sensor 使它的这些电阻特性 电感特性 电容特性做改变 藉由量测这些电阻电容电感 我才知道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不对 可是最后这个呢 是它直接把形变转换成电压电位的讯号 OK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电位的讯号量出来做量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也纳进来一起讲一下 不过一样我们就按照顺序来吧 今天或许讲不到那个pixel electric 但是前面三个或许可以提到 好 所以我们从电阻的这个部分开始讲 那电阻的部分我们大概也会分成两个大类 第一个的话是potential meter这个部分 那potential meter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们利用到的都是线性电阻的一个特性 OK 线性电阻以及分压的这个特性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会想办法把我们这个sensor 跟这个带测物放紧在一起 把他们之间做一些紧密的连结 所以呢 这个带测物体在移动 在振动的时候 你的电阻也会跟着跑 或者是你的带测的这个电阻的位置也会跟着跑 所以呢 我们可以根据输出电位的这些改变呢 可以量测可以找出说OK 这个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左下方这一个 这边呢 是我们的那个supply voltage 然后这边是一个可变电阻 它是一个线性电阻 OK 然后这个地方固定的量测端呢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那有一个地方可以移动的是在这个 参考电极的位置在这边 那我现在想要量测的这个物理量的变动 可能是上下的这个方向的改变 OK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量测电极跟我的代测物扣在一起 绑在一起 黏在一起 反正就是在一起就是了 因此呢 我今天在代测物体在垂直的方向改变它的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量测电极的位置也会改变 那我们知道嘛 这个跟线性电阻来讲的话 它的分压的大小跟你的位置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当你越下面的时候量测到分压越低 越上面的时候量测到分压越大 OK 所以你可以藉由这输出的电位去推出它的电阻是多少 然后推出它的位置在哪边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量测出单一的电位 应该说单一的方向的一个位置 OK 那它其实不仅限于位置而已 单一方向的移动 它可能也可以把它转换成改变你电阻的这个形态 然后去量测转动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非常类似 它就是一个环状的线圈 然后一样的 我固定的这个参考的电极 然后量测的电极 它可能会随着这个转动 机械的转动装置而转电 所以你现在比如说 你现在要量一个东西 到底转了几度呢 那基本上它在转动的时候 就会随着这个指针 就会被它带着跑 那一样也是分压的原理 你越跑过来的时候 你的分压会越大 往逆时针转的时候 你的分压就会越低 那你根据分压的大小 你可以去推测出这个指针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 你就知道角度是多少 那最后这个其实只是 圆形线圈的一个变形 它把它变成是螺旋管线圈而已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 其实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你今天 所谓的运动的形态 OK 去设计这些电阻的一个装置 然后呢 适当的把那个量测的带测物体 跟我们量测电器绑在一起之后呢 我就可以根据分压 来去推测物体的位移量到底有多少 或是转动的量到底有多少 这些的量测都是跟分压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potential meter 它都需要外部给一个固定的量测的电压 或者是电流以后量测这个分压的变化 OK 那像这样子的量测里面呢 通常来讲我们都可以 获得一些高解析度的一些资料 也就是说你今天只要变动一点点位置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不过呢 它的量测的顺畅程度呢 它就会跟你的机械结构会有一些些关系 因为我们刚刚说你的量测电极 是要跟这个带测物绑在一起的 那通常来讲 如果今天的带测物是人 或者是生物体的时候 它会不会因为你今天的绑在一起的这个动作 有其他的东西附加在上面 而造成了它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个负担 而影响了它的运动的表现 这也是你必须要去考虑到的一部分 那还有包含呢 就是在运动途中呢 你今天的binding是不是能够稳定 能够稳固 不会造成其他的干扰 或者是松脱掉落的状况 这也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状况 不过原理上来讲 刚刚那个potential meter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就是分压原理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看的是一些 可能各位比较少看到的部分 第二个类别 我们把它叫strain gauge 我们的gauge的话 你可以拼成GAGE 或是另外一个拼法是GAUGE 都可以 那这个东西跟上面不太一样 就是它想要利用的是 在位移或者是震动发生的时候呢 它去改变电阻的外形 OK 去改变电阻的形状 OK 那电阻的形状在电阻的 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电阻改变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变化 两种effect OK 这边有列出来 OK 那两种呢 第一个的话是dimensional的变化 所造成电阻的变化 还记得我们说 线性电阻的话 基本上有一个特性吗 这个各位在电路课本 应该都看过嘛 对不对 我们说线性电阻来讲的话 通常来讲会跟电阻的长度成正比 跟解面基层反比 也就是说这个电阻 如果一样的材料 越细越长的话 电阻值会越高 再来的话呢 还有跟一个 这个resistivity 这个东西成正比 导电的长数 那导电长数的话 会跟你的电阻的材料是有关系的 总之呢 如果今天你改变外形的时候呢 你就会改变长度的部分 也会改变截面基的部分嘛 所以你有可能会因此而对电阻的值 电阻的阻抗的大小产生变化 OK 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把一段导线拉长了 OK 它的长度增加 总面基 总体积不变的状况之下 解面基会变小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去增加这个 金属的这个大小 你是把它直接拉长而已 那我们知道金属的延展性还不错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 产生一些暂时的形变的 OK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 就会造成 等效电阻升高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OK 所以呢 只要 就算是它只有一点点的变动 我们刚好提到 今天你的位移的大小只有几个 那个几个micrometer 或是几十个narometer 这种很小的尺度 你可能也会造成这一个导线的形变 那只要你造成导线的形变的话呢 你的电阻值可能就会改变 那我们可以借由量测的电阻值的改变来知道 到底形变的大小是怎么样子的 这种的这个电阻特别适合用来量测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 你的这个形变是由一些外界施加的力所造成的时候呢 特别适合 那不过它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在改变这个外观的时候呢 就算你今天把它拉长了 你也拉不了多长 你不会说从一公尺那么长拉成两公尺 那个时候它所产生的形变是永久性的 那不是延展而已 应该说它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形变 OK 那这样子对你的量测也不见得好 因为如果今天你要缩短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它缩回来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这个形变我们的改变量通常都不会太多 那改变量不多的话 代表你分子的变动不太大 分模变动也不太大 因此电阻的改变也不会太超级大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 就用并年的方式 多绕几圈 让全部的线段都会有一起的效应 然后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我刚刚说错的是串联不是并联 sorry 那串联起来以后呢 sensitivity就可以提高 那怎么样做串联呢 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strain gauge 它结构非常简单 它只要用导线就好了 OK 那一般来讲我们刚刚例子就是一段导线 你把它拉长或压缩嘛 对不对造成形变 那我们为了要增加它的这个敏感度呢 我们可以不用一条导线 我们可以用一条导线 然后这样子绕绕绕绕绕绕绕 来回的绕 各位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图示 右边这个是真正的照片 左边是一个图示图 这个呢 这边有两个端点是导线的两端 它就用这样子Z字形的方式 来回回的绕在这个机材上面 OK 那如果呢这台机材被扯动拉长的时候呢 导线也跟着拉长 所以对它来讲的话 总长度变长了 截面积变小了 那每一段的变化呢 都会反映在它的电阻上面 那因为它是从头到尾是同一条导线 所以它的电阻改变的效应是累加的 它是串联的方式在做累加 反之如果今天有compression的状况产生的时候 挤压的状况产生的时候 机材变短了 导线也变短了 截面积增加了 OK 那一样的 这个电阻变小的效应的话 是会发生在每一段上面 那整个串联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整体的效应 那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制程的话 可以用来增加 弥补它原本比较低的一个敏感度 这个就是我们的Strain gauge OK 那也有人是用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是用半导体制程的方式 是把一条导线制作在那个基材上面 那也有一些方式呢 是用绕线的方式 把它绕在一个板状物上面 所以是用螺旋状的方式来做 也可以 那以这个地方来讲 它所要量测的形变就是左右方向的 当你左右方向做拉扯的动作的时候 导线就会伸长 那如果是说这个压缩状态的时候 导线可能就会跟着变小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Strain gauge它有力的地方在于说 它可能可以量测出很小 而且变化很快的一个 一个电阻的形变 OK 那它比较不适合用在大范围的尺度的改变 它比较适合用在小范围尺度的一个改变 这样子 OK 那这边我们先稍微跳回来一下 我们刚刚说整个这个形变改变的时候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也会造成电阻的变化 我们把它叫Pyzo-Resistive Effect 这跟刚刚我们说的Pyzo-Electric Effect 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讲的是通常发生在半导体里面 金属也会有一些 但是绝大部分是半导体 当我受到的硬力改变的时候 它其实会让电阻的特性产生一些变化 那因为这个东西 它很容易受到像周遭环境 比如说温度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 也有人把它拿来作为Sensor 来测量位移的变化 那因为它的变化通常都很敏感 所以其实测量效果还不错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必须要唯有Control底下才能够去做 你的环境的参数要控制得很好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确定说 你今天制造出来的电阻变化 是那个形变所造成的 而不是其他的环境因子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不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就是 你必须要有良好的控制才行 好,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这里的Pizzo resistive 跟我们刚刚提到的Pizzo electric 其实不太一样 刚刚是说我今天只要有硬力的施加的时候 它会直接累积出电位差 不是只有对电阻的特性发生改变而已 它是直接会产生一个电位差 那这个地方讲的是 今天有硬力的形变的时候 其实可能它的电阻效应也会改变 这两者有点不太一样 这边做一个区分 那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是 focus在Dimensional Change Dimensional Effect 也就是导体这个部分 因为现在的应用绝大部分 也都是在这个金属的导线 所制成的这个String Gauge上面 它的好处就是制成超级简单 因为就是一条导线绕来绕去 然后呢 你可以随时为了你的 根据你的这个量测的这个目标 而去改变它 不管是绕线的次数 就是那个来回的次数 或者是它的尺寸 这其实都是可以随时改变 而且都还蛮迅速简单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个跟我们的生理应用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也有 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用到String Gauge 来量测这个压力 OK 藉由这压力所造成的形变 然后再来量测到这个电讯号的改变 这是什么东西呢 来各位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侵入式的动脉血压量测器 它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是食品图 所以前面这个是一个空腔 这边是两个管子 OK 也就是这两个管子 这两个管子呢 会跟我们的动脉连在一起 是动脉 不是静脉 OK 也就是说呢 它会借由这个联通管的原理 就是它会打到我们的动脉里面去 那动脉里面的血 就会从这个管子 冲到这个空腔里面 然后再回流回去 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影响到 你的动脉的血液的供应 因为它其实就是留一个loop回去而已 那你的压力呢 就会随着这个联通管传递过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 这个空腔里面的液体压力 就等于你动脉里面的血压是多少 OK 好 那怎么样持续量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这个空腔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弹性的一个薄膜 Flexible diaphragm 这是一个薄膜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压力很大的时候呢 它会往里面推 压力小的时候呢 它会往外面缩 OK 那这么一推呢 就会带动这边有一个联动轴 OK 造成里面这一个位置的改变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四根黑黑的 这四根黑黑的 其实都是我们刚刚的strain gauge 那它分别attach在里面 这个联动轴的部分 它外面的这个机械壳的部分 所以这个联动轴 相对于这个机械壳 有一些形变的时候呢 它就会造成这些strain gauge的改变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这个地方压力比较大 收受压进来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它往里面推 对不对 往里面推的话 就会把上面这一个 跟下面这一个的距离拉长 所以电阻就会变大 中间这两个来讲的话 它产生的效应 是compression的效应 压缩的效应 所以电阻会比较小 OK 那如果我们能够 适当的连接这些电阻 让它产生电位的改变的话呢 我可能就可以知道 现在电阻的改变量是多少 那根据这个电阻的改变量 我就可以回推到说 这个一体的压力是多少 因为毕竟我可以在出厂之前 我就可以做测试 看不同的压力 所造成的位移到底是多少 那我只要跟那个对照表 完成了以后呢 我只要对照这个电阻的改变 我就可以回推出这个 市价压力是怎么样子 OK 再讲仔细一点 我怎么样子根据这个电阻的改变 来获得电讯号呢 其实也不难 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但是也不难 因为你使用到的就是 绘氏电桥而已 这应该有听过吧 灰stone bridge 这在我们电路里面 电路学里面是一个很基础的电路 怎么基础呢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 四根电阻就完成了 这四根电阻把它串成一圈 其中两个端点呢 你给它施价的是一个外在的 一个source voltage OK 提供的一个外在的电压 另外两个端点呢 所量测出来的就是你的电位输出 OK 那绘氏电桥可以量什么呢 这四根电阻呢 就等同于这上面的这四个电阻 这四个阻康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刚刚说压力变大的时候 R1和R4的话是拉扯嘛 对不对 所以1和4电阻会变大 2和3呢 因为是缩小嘛 所以2和3的电阻会变小 那在这个电桥里面呢 当你去改变这个电阻的时候 这边的分压是不是也会改变 假设原本这四个电阻都相同的状况之下的话 这一点的压力和这一点的压力其实 sorry 这一点的电压和这一点的电压 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的supply voltage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点 这两点的相对在这两点 所以这两点的对应的电位是应该一样的 输出电位是0才对 可是一旦你去不均匀的去改变这个电阻的大小的时候呢 你就会产生一个电压的变化 ok 它其实会有一个简单的关系式 在这边 所以呢 你能够量测的是什么 你能够量测的是输出变压的变化 ok 你由这一个东西就可以去推导出说 这些电阻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那再由电阻的变化 你就可以知道 你现在外在的压力是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动脉压力是多少 ok 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量测的 可以吗 还是不行 来 简单讲一下 问一下好了 请问一下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是有电阻 那个 也没有电感 也没有电容 所以应该是很简单的example而已 请问一下 在给定VS 大写的VS的状态之下呢 你要怎么样子获得 VO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VS这边来讲 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那你的VO等于什么 这边相对于这边的电位嘛 对不对 没错吧 来 这边的电位是多少 有谁可以告诉我这边的电位是多少吗 我现在要写的 其实就是要告诉各位Vout等于什么东西 那Vout的话是这一点相对这一点的电位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最简单的第一个 这个电位是多少 真的很简单啊 没有很难 来你看一下 这两个端点的电位差是VS嘛 对不对 那这边的电位差是多少 这边的电位是多少 它相对它的电位差是多少 其实就是分家定理而已嘛 对不对 来 这个同学可能比较害羞 我帮你完成好不好 好 上面这一点的电位差不就这样子吗 好 再来我说Vout是这一点相对于这一点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下面那一点的电位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下面那一点的电位是多少 3嘛 OK 就这样而已啊 不是吗 来 通分一下嘛 VS 两个都有 这大家可以提出来 这两个通分一下不就等于 分子的部分 Sorry 這是R1才對 我剛寫錯 R1 R3加上R1 R4 減掉R1 R3 減掉R2 R3 所以 R1 R3的部分會被全部消掉 剩下的是 就是投影片上面的公司 所以就這麼來的 忘了沒有關係 請各位回去查一下電路學課本 一定有繪式電條 不然你查網路一定會有 因為這個還算蠻基礎的 好 這句話告訴你是什麼意思 他意思告訴你就是說 這個比值分子的部分如果是0的時候 你的輸出電位是0 OK 那這個等於0的話呢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R1比R2等於R3比R4 等於R3比R4 等這個等式成立的時候 你的輸出電位等於0 你會處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我可以再簡化一點嗎 再把它畫簡一點 當你四個電阻 通通都一樣的時候 回想一下我們剛剛這個結構圖 你四個電阻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的都一樣 String gauge我都把它做的完全一模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當你四個電阻的時候 都是一樣大小的時候 R1等於R2等於R3等於R4等於R的時候 你的輸出等於0嘛 也就是說在你平衡的狀態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輸出等於0 不會有輸出 但是呢 如果今天有壓力的變化造成了 String gauge的扯動 所以讓它的電阻發生改變的時候呢 你的輸出電壓會不會改變 OK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壓力變大的時候 會造成的效應是什麼 R1 R4變大嘛 R2 R3變小嘛對不對 來 R1 R4都變大 R2 R3都變小 所以你這一個turn 是不是一定會比這個turn還要大 減下來以後分子一定是不是正的 所以它一定會大約0 分母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R1 R4變大 R2 R3變小 那換句話說 如果只要變大的部分 跟變小的部分 都一樣的話 那分母的部分不變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知道今天 電阻的變動 跟輸出的變化是怎麼樣子的關係呢 其實也不會很難嘛 你可以假設一下 今天如果在壓力上升的狀況之下 使得 我們說 E4的電阻變大 讓它變成是原本的電阻 再加上一點點的差異 合理吧 兩個原本的電阻是一樣大的 那我一樣的形變之下 所產生的電阻差異 可能是差不多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R2和R3的部分呢 我都讓它等量的縮小 雖然不見得一定會成立 但是 WELL 是模型上的 應該不會差太多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算一下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的輸出的改變會是多少 怎麼算 帶進去就好了嘛 這時候呢 你的輸出會變成什麼 分子的部分呢 會變成是 R加DeltaR的平方 減掉 R減DeltaR的平方嘛 對不對 阿分母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是R1加R2 R1加R2 所以DeltaR會被消掉嘛對不對 變成是 2R 後面是R3加R4 R3加R4 這兩個加起來 DeltaR一樣被消掉 還剩下2R 所以分母的地方是4R平方 來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平方X嘛對不對 所以分子你很快就可以算出來 等於兩者相加 乘上兩者相減 兩者相加的話是2R 兩者相減呢 是2倍的DeltaR 再跟2R的平方相處 所以剩下應該很快了吧 等一下喔 剛漏了一個 這樣子好了 這個推導告訴各位什麼 電位的輸出大小 會跟電阻的改變量 成正比 可以嗎 而且呢 電阻的改變量的正負號 還會告訴你 你可以藉由電位變化的正負號 來去知道電阻改變的正負號 極性啦 換句話說 你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電位到底是 你的壓力到底是變大還是變小 我們剛說壓力變大的時候 你的輸出可能是正的 那反之壓力變小的時候 那根連動軸拉回來 造成R1、R4都變小 R2、R3變大 所以這個地方的電位變動是反向的 有可能啊 OK 是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電阻的變化 等下電阻的一個變化 然後去量測出來 這個壓力的大小是什麼樣子 OK 這是一個strengthage的一個很好的應用 好 我們這禮拜先講到這個地方 剩下的就下次再說 謝謝